在全红蝉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奥运备战的紧张日程中时 网络上悄然兴起了一股热议的浪潮 近期某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则消息 如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机器层层联谊 据传一家媒体在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动态 声称跳水新星全红蝉即将迎来学业上的新篇章 被誉为高等学府之乔主的清华大学所青睐 逆行保送之举 此言一出迅速吸引了大量粉丝与网友的关注与热议 一时间真假难辨的论战在网络上蔓延开来 深入分析这条动态 发布者不仅言之早早地预告了全红蝉的学术新旅程 还巧妙地融入了全红蝉出身贫寒 却坚韧不拔的励志故事 试图为这一喜讯增添几分温情与合理性 甚至附上了全红蝉的精彩跳水片段作为佐证 看似确凿无益 然而稍加理性审视 我们不难发现 这则关于全红蝉保送清华的消息实则疑点重重 更趋向于一场精心策划的谣言风暴 众所周知 全红蝉作为中国跳水界的璀璨新星 其卓越的表现与广泛的影响力早已跨越体育界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若真有其被名校保送的佳话 无疑会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 而非仅限于个别账号的独家揭秘 遗憾的是 截至目前 官方渠道尚未有任何关于此事的正式通报 这不禁让人对这条信息的真实性产生严重质疑 实际上 考虑到全红蝉当前的年龄 与职业生涯的发展阶段 他或许尚未达到直接保送大学的标准 但无可否认的是 以他在国际赛场上的辉煌成就 与持续上升的潜力 未来获得此类殊荣绝非遥不可及 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上 若全红蝉能够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无疑将为他的学术与职业生涯增添更多可能 届时他所面临的选择将是多样的 而非被动的接受 回顾中国跳水队的历史 不乏优秀运动员通过自身努力与卓越表现 获得名校青睐的先例 如全红蝉的队友陈玉希 以先行一步踏入同济大学的殿堂 这无疑为全红蝉的未来 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蓝图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只要全红蝉能够保持初心 继续在跳水领域深耕细作 他的未来定将璀璨夺目 无论是学术还是体育 都将迎来更加辉煌的篇章 因此对于全红蝉而言 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莫过于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 力求在赛场上展现出最佳的自己 毕竟作为一位年轻而充满斗志的运动员 每一次站在跳台上的瞬间 都是对自己梦想与追求的最好诠释 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 全红蝉能够以更加优异的成绩 回馈所有支持与关注他的人 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天上更加辉煌利弊